近年不少人都喜歡用衛星地圖來找路 貪渠救精準 這個叫薩羅的印度男人 就更加用距離找回25年前失散的家人 話說薩羅在5歲的時候 不小心在火車裡面睡著了 14個小時後 就去到印度第三大城市加爾各答 由於當時薩羅年紀太小 根本不知道自己家鄉的名字 他之後就入住當地的孤兒院 更加被一對澳洲夫婦收養了 年紀越大 薩羅就越想找回自己的親人 於是他嘗試將14個小時 乘回印度火車的時速 得到一個大約1200公里的距離 在以加爾各答為中心 在衛星地圖 直徑1200公里的範圍之內不斷地找 最終都找回自己 小時候經常去玩的地方 一個位於肯德瓦的瀑布 幾經辛苦 終於找回自己的親生媽媽 失散了25年 終於能夠一家團聚 真是要多得衛星地圖的幫忙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